据法新社报道 英国政府11号发布声明说 三艘伊朗船只 十号试图阻止一艘英国邮轮 在海湾通行 对于英方的指控 伊朗已经予以否认 英国政府发布声明说 三艘伊朗船只 十号试图阻止英方 一艘名为英国传统号的邮轮 通过霍尔木斯海峡 在邮轮后 为其护航的英国皇家海军 蒙特罗斯号护卫舰 随后航行至伊朗船只 与英国传统号邮轮之间 并向伊朗船只发出口头警告 伊朗船只随后掉头离开 声明说 伊朗此举违反国际法 英方对伊方这一行动感到担忧 并继续敦促伊朗方面 缓和该地区局势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 伊朗外长扎里夫11号表示 英方声称 伊朗船只10号试图在海湾 拦截其一艘邮轮的说法毫无价值 扎里夫说 英方所做的表态和提出的主张 都是为了制造紧张局势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11号也发表声明 否认拦截英方邮轮 声明说 伊方船只在过去24小时 没有与任何外国船只发生冲突 包括英国船只 路透社此前援引 美国国防部匿名官员的消息报道说 10号 5艘疑似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船只 在霍尔木斯海峡 逼近一艘英国邮轮 并要求英国邮轮停靠在临近的伊朗水域 一艘英国战舰通过无线电发出警告后 这5艘船只离开了现场 一架美国飞机记录了该事件的经过 本月4号 英国海外领地 直布罗陀执法机构 在英国海军协助下 扣押格雷斯一号邮轮 这一事件引发的风波愈演愈烈 据路透社报道 伊朗总统鲁哈尼10号表示 英国将为扣押格雷斯一号邮轮 承担后果